宣布停战的瓦格纳首脑出现了在俄罗斯的南部城市罗斯托夫的街头 但是呢这位普丁口中的叛徒却意外的受到欢迎 不少当地的民众是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而且呢还有民众抢着跟着瓦格纳的士兵还有战车拍照 根据了CNN报道 瓦格纳宣布停战之后 首脑下一步呢将前往白俄罗斯 而扣林姆林宫他们也表态绝对不会就责 参与兵变的士兵可以平安地回到营地 那至于没有参与的人 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加入俄军